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 佛字心当中的六波罗蜜多 六波罗蜜多里面 讲布施世界安忍 三个波罗蜜多已经讲完了 现在讲的是金金波罗蜜多 那么金金波罗蜜多 在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微臣子里小乘是 轻入扑灭染土火 饶益众生功德愿 具足精进佛之心 那么我们一般世间当中 讲小乘和大乘 不管是从发心上 精进上 以及行为上有很大的差别 很多修行人认为所谓的小乘 他们修行不是很精进 获得的果位也不那么殊胜 有这样的看法 但在这里说 我们始终认为小乘是不精进 其实小乘也是很精进的 因为小乘唯一想自己获得 寂灭的果位 不管是身为也好 怨觉也好 都想远离轮回 离开烦恼 自己想趋入寂静的涅槃 有这么一个愿望 但是要实现这个愿望 他们也是要经过长期的 要勤奋努力 尤其是小乘有些修行人 真的非常精进 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些公案当中也看得出来 小乘修行者是特别精进的 那么现在也是人们 所称为的一些小乘国家 像缅甸 还有一些斯里兰卡 以及泰国的部分学人 他们也是日日夜夜 都是相当相当地精进的 那这样他们想 希求自己利益的这些小乘式 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 非常地精进 这种精进的程度 就像我们有些人 头上已经造火了 或者衣服造火了 房子造火的时候 他最快的速度去扑灭他 这是他最勇猛的一种精进 就勇猛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 像获得自己利益的这些人 也是用最大的精进来行持 行持善法 他们小乘式 也是这样精进的话 我们发了无上的菩提心 度化无量的众生 已经有了这种誓言 那这样的大乘修行人 为什么不需要精进 我们的责任更重 人种道远 应该说我们发了这么好的心 然后每天都是睡懒觉 合不合理呢 不合理啊 有一个企业家 他结了很多很多的工程和项目 然后整天都是睡觉 别人会不会讥笑他 应该会的 因为他结了那么多的事 然后他自己不去做 那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想的 可能会这样想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利益天边无际的 一切众生 小乘式自己想 自己获得解脱 在轮回监狱里面 自己获得解脱的话 若是需要精进的话 那我们不但是要自己解脱 还要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我天天都是这样 不精进是合不合理 绝对是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所谓菩萨 饶益一切有情的 功德的源泉 菩萨就是饶益有情的 功德源泉 我们不精进的话 那是不合理的 所以具足精进就是 佛子心 一定要具足精进 没有具足精进的话 所谓的饶益众生和菩提 绝对也是得不到的 当然精进分的话 盔甲精进 摄持善法精进 饶益有情精进 首先我想 我以前太难度了 不行 我现在 从今天开始 我一定要精进 披上这种法缘的盔甲 这叫做盔甲精进 然后我从今天开始 凡是有关行持善法的行为 我要进行取受 那这样的法性 叫做摄持善法精进 让我从现在开始 用自己的一切行为 一切力量 全部用在饶益有情方面 这叫做饶益有情精进 所以我们有些 不管是得地 还是不得地也好 有些人真的是 只要想利益众生 白天不休息 晚上不睡觉 宁可自己愿意生病 或者是操劳 但自己的一切行为 全是为利他而转的 这就是真的 饶益有情精进 我想 我们在座的道友当中 以后非常希望 培养这么一批人 真正是利益众生 我们现在天下的这些众生 特别地可怜了 他们很多都没有 佛法的教育 每天都是迷迷糊糊地 忙着自己的琐事 也没有引导 善知识来引导 所以以后非常需要 舍弃自己的 然后一定要有 利益他众的发行者 这就是我们现在 社会的需要 如果这样的利益众生 没有精进 没有勤奋努力 那也是不能成功的 前面《入行论》里面 我们也学过 精进正菩提 若无风不动 无情福不胜 如果没有精进 那所谓的菩提 根本得不到 就像世间的万物 没有风的吹动 它不会动摇的 同样的道理 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 全是依靠精进的吹动力 才能产生的 因此《入中论》 约成论师也是说了 功德皆随精进心 所有我们出世间和世间的 一切功德 一切善根全是 随着我们的精进而转的 因此大家都是在 修持善法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具有精进 现在世间人也是 以前高尔基他也是认为 世间的天才出于情 所谓的天才是没有的 都是通过精进而得来的 也是有这种说法 但是这一说法可能也有 偏向于威武论的一种说法吧 前世的利根和顿根者 众生的戒心当中是有的 但是通过精进和不精进 前世的业力确确确实也是有关系的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精进 那么一切功德 一切智慧也不能获得的 所以佛陀在《正法念诸经》当中 也是说了 诸获一根源即是懈怠 一切祸害的根源就是我们所谓的懈怠 何有一懈怠 彼无一切法 任何一个人 他如果具足了 懈怠的烦恼 懈怠的烦恼 那他的一切闻思修行也好 禅定也好 很多的功德 智慧 就没办法增上的 为什么呢 只要一懈怠 那每天都是可能 明明糊糊的 到了九十点钟的时候 还在像猪八戒一样糊糊地睡着 那这样怎么会增上功德 真的有时候我们觉得 心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 只要精进的话 很多的学问也好 或者说自相续当中的菩提心 应该是越来越增上 尤其是心的力量 是不可思议的 只要是有心的力量 应该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有些人认为 啊 我现在不行了 已经人老了 不应该闻思 现在好好的闭关了 现在好好的 念念咒语就可以了 其实也不能这样 自己把自己退休了 这样不是很好 国家还没有退休 家里还没有退休 然后我们佛教团体 还没有让你离休 你自己对自己 打上一个老人的记号 这是不合理的 前一段时间 有些新闻当中 我看见印度总统 六十年以来 印度第一个女总统 她今年七十二岁 七十二岁刚刚上任总统 我当时大吃一惊 啊 我们世间有些人 可能到了七十二岁的时候 不要说是国家的总统 连家里的主人都可能当不上 觉得是 啊 我现在老了 肯定不行的 有这样的 其实有时候 心的真正力量 还是很强大的 有些人到了四十岁 五十岁 六十岁的时候 不行了 不行了 我该死了 该死了 最后真的 心也没有力量了 身体也没有力量了 慢慢慢慢 随着自己的业力 或者说 随着自己的发心而会转的 所以说我们 尤其是在闻思佛法方面 大家都是一定要精进 行持善法是真正的 在人生当中非常难得的 以前那个古人 也有很多精进的公案 比如说 造壁图广 有这样的说法吧 在这里面 古人他要看书 要学习的时候 自己没有条件 当时生活是非常穷苦 但隔壁人晚上有灯光 然后他中间的墙 弄出一个洞 通过洞里面借用这个光 然后自己看书 最后变成非常有名的人 还有一个近代的人 他也是看书的时候 没有钱 就像我们当年刚来学院的时候 有时候买没有的 钱也是没有的 不要说是这样子点蜡烛 经常在月光下看书 觉得是有了月亮的时候 当时心里非常舒服 当时那个近代的一个叫做吃饮 他也是觉得自己 实在是没有财物 买灯火 后来他到了夏天 秋天的时候 看见很多萤火虫 然后把萤火虫全部聚在一起 通过萤火虫的光来 自己看书学习 最后就成了非常了不起的人了 在世间当中 对世间的学问 有如是精进的话 我看我们现在真的很多人的 条件太有益了 条件太好了 但是不修行 每天要么散乱 要么浑尘 要么将自己 随着自己的烦恼转 有些人情绪不稳定 这是最大的一个毛病 今天还想好好地学习 背几个颂词 很好很好 然后明天好像真的是 已经子弹种上了心脏一样 就倒下去了 就不行了 再也动不了了 没有精进心 没有爬起来的念头了 那这是不合理的 我们学习佛法 应该辞职遗恨的 要辞职遗恨的 布多瓦格西 也是以前说过 为成佛之前 我们要精进 持久的精进 勇猛的精进 还有持久的精进 勇猛的精进 不断的精进吧 应该有三种精进 其实我们有时候 可能勇猛的精进 长期就具不具足 自己也可以看 那不断的精进有没有 如果没有 那你两三天精进 然后两三天又打下去 这种态度 真的是不说很好的 所以我看见有些老和尚 从小到万年之间 一直非常非常的精进 这种精进 我们应该非常的随喜 前一段时间也讲过吧 海誠大卑士的一些出家人 他们晚上十点钟睡觉 早上两点钟起来 每天保持持睡四个小时 日中一时 很多请问记者问他们 那这样的话 你们身体能照得准 当时苗先生说 可以啊 生活可充实了 你看我身体这么好 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 只睡四个小时 日中一时都很好 都很好 以前我在大年的时候 也是见过 当时他们请我到那里去 但是我当时 确实一方面他们的寺院 对现代人来讲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特点 因为不抹金钱 与很多寺院 完全风格是不相同的 当然内心当中 他们有什么样的挑衅呢 我也不好说 如果内心没有挑衅 光是外表这样行持 没有多大的意义 但我想也不会 因为没有任何必要吧 如果内心没有挑衅 对佛法不相应 在外面做这些形象化 就没有任何必要 其实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真的有很多人 是非常精进的 就像我们当年 刚来学院的 大概可能也有十来年吧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自己也是 有时候回忆自己的 也可以说是黄金岁月 在那个年代 非常的羡慕 可能一生当中 再也可能没有这么好的一种机会 我看见我们这里 个别的道友 现在年龄也是 当时我们差不多 现在仅仅背这部论典 背离部论典 每天都是听福导 讲课 生活很充实的 真的有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人生当中 最难能可贵的 也许你们在晚年的时候 觉得是最羡慕的 现在大城市里面的 有些居士 真的也是非常精进 这一点也很佩服的 因为本来跟我们不相同的 我们这里星期天的时候 稍微自己洗个衣服 这些都可以 现在很多城市里面的人 每天都是忙碌 整个工作 自己家庭的生气 星期天稍微有一点时间 但是这个也是 偷偷地跑到那边去一起学习 这种机会是真的很难得的 这没有一点精进心的话 中间可能都会倒下去的 所以我们佛法的的确确 需要精进 一切功德 依靠精进而获得的 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了解 那么下一个颂词就是 金律波罗蜜多 金律波罗蜜多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一定要了知 了知什么呢 了知机智和身观 机智一般都自己心 对善法方面一缘安住 这样的机智 然后对一切诸法的本体 如是地了知 就证悟空性智慧 证悟空性智慧叫圣观 然后对任何一个善法方面 一缘安住的心叫做机智 那么机智和圣观双语 具足安住也具足了知 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性 这样的知观双语 它能摧毁 我们世间当中轮回的根本 一切无名烦恼 一切摧毁 一切无名烦恼 那么如果这样的极智双语 知观双语是具足 那就是能获得解脱的 没有这样具足的话 不能获得解脱 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 一定要超虑四五色戒 空无边处 十无边处 无所有之河 飞向飞飞向天 总共有五色戒当中四种处 这四种处的禅定一定要超虑 我们现在坐山的时候 你千万不能想 一切都是一世的 一切都是像虚空一样的 一切都是有也不是 无也不是 那这样的分别念 最后结果我们会转生到无色戒 所以我们修禅的人 大家都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具足圣观的智慧 什么叫具足圣观的智慧呢 就是知道世间当中 琐瑟的一切万法 没有任何提醒 全是按照《中国根本会论》 里面所觉罪的那样空性 以这样的空性智慧来摄持 这样的禅定才是非常保险的 现在的有些人 真的是修行禅等过程当中 害怕倒是出问题 光是按住一个记者 那也不合理的 我们现在禅宗里面 当然有个别的高僧大德 所传下来的禅宗的教言 非常殊胜的 一定会超离三界而趋入涅槃的 但有一部分 自己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窍诀 每天光是无所所缘 一直安住意愿当中 害怕倒是 堕入这样的几密之变 那么远离这样的几密 也就是说 这叫做远离两边 以大悲心 不会入于寂灭的边 以智慧 不会入于世间的边 善有的边 超离这两边的禅定 我们一定要修持 那么这种修法 就是大乘佛制的行为 所以要修持观 当然要寂静 首先是要 以前噶当派有些大德所讲的那样 我们要远离一些 嘈杂和一些红尘 否则 禅定是修不出来的 所以《入行论》里面也说了 心已幻善者 危险火雅间 如果我们心一直 分别忘年当中 那这个人是很危险的 已经在烦恼的鸟雅之间了 还有若重狂现心 手难无间语 如果我们的心 像大象一样 让它自然放纵 那这样的话 最后我们一定会感受 无间地狱的痛苦 因此大家经常 以正知正念来 观察自己的相续 心是不是一直放松了 心一直放松的话 那世间当中的很多 分别念是永无间断的 所以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真正如定的人还是很难得 佛陀在世的时候 这种如定的人非常多 有一次 佛陀面前来了一个女的 然后她一直如定 文殊菩萨来了 她一看的时候 这个女的怎么会在佛面前如定啊 你在干嘛 然后她就一直贪执 叫她出定 她一直这样打坐 一直如定 后来文殊菩萨用神通 带到三十三天 她还醒不过来 然后又拿到十八地狱 又醒不过来 醒不过来的话 后来佛陀告诉她 虽然是大菩萨 但是你没办法的 只有亡命菩萨可以让她 从入定当中醒过来 在那个时候 一复化亡命菩萨的时候 就开始出定了 那这种现象 应该是现在可能比较少的 不过以前虚印老和尚 虚印老和尚当时在钟南山 有个叫做狮子烟 在那里坐牦棚 做牦棚 当时也是下雪 下雪特别寒冷 他当时住鱼头 住鱼头的时候还没有住手 然后入定一会儿 结果入于很长时间的顶 他旁边有一个修行人 他好几天当中 没有看到老和尚 然后他下来一看 在整个牦棚的周围 全是老虎的酒印 没有人的教言 然后他觉得 到底怎么样 是不是老和尚被老虎吃掉了 有点害怕 然后已经一直肉定 然后他用汉地的法器 用青来使他出定 结果他出定之后 就问老和尚 你吃饭了没有 他说 我这个鱼头马上收了吧 然后一看 鱼头已经发卖了 而且发卖在上面结病 已经很长时间了 然后修行人说 你现在可能入定 已经半个月了 他因为可能是在冬天 几月份 最后已经第二年的正月份了 所以一入定 入很长时间的定 可是我们现在凡夫人 真的 有时候入定还是很困难的 昨天我都想说 我现在出了一天一堂课以外 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有 天天闭关 我一定要好好地坐禅 早上起来坐禅 然后坐禅的时候 有点冷 然后我把衣服 用其他的衣服来包着身体 后来一想 还是比较冷 最后不知道 突然一个念头想 赤培学校里面 好多的几百个学生 可能冷得不得了 看怎么办 然后这个分别念 特别的勇猛 一直向各种对治方法来压 压不下来 后来 哎 这些人真的 这么几百个人 全部是依靠我而来的 那现在他们真的懂了 怎么办呢 外面现在越来越难了 我看怎么办呢 然后我想马上要打个电话 又把线接上 我想不能接 现在坐禅的时候 又把去掉了 我想最好是坐西间吧 最后好像也认不住一样 电话没有打 然后心没办法入 一直是胡说乱想 所以我们凡夫人 真的有时候 我自己觉得非常惭愧 但是真正没有入定 没有这样修行 也是很难以获得 真正的佛陀的密意 在《学集论》当中也讲了 真是二如定 放置佛所说 佛陀所说真正究竟的教义 通过入定才能获得的 我们不管是 对人生难得也好 菩提心也好 光是口头上讲的天花难走 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让你真正安住下来 真正思维的时候 才能能品尝到 它真实的味道 否则 我想我们很多人 没办法的 所以五洲菩萨 他也是在其他的一些 教言书里面说了 说没有禅定的人 不能见到发心 所以我们要修五连相的等次 是非常非常重要 修五连相的等次 意思就是说 我们应该压制自己的分别念 因为凡夫只能压制 如果没有压制 整天都是 随着七星东莲而跑的话 真的有点困难 但是我有一种 很明确的感受 如果外面做的事情特别多 那这种人很难以心惊吓了 今年我如定最差的一年 因为外面办学校 做很多事情 现在怎么想 这个分别念突然出来 突然出来 最后就没办法了 真的没办法了 所以以前高僧大德们都讲 要修禅定的话 第一个就是要舍弃一切说实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要观修死亡无常 这是很多高僧大德们的教言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些教言 你要从事弘法事业 从事这个事情 从事那个事情 同时你要安住的时候 像我这样的人来讲 有点困难 当然获得自在的人 以前法王的有些教言里面也是说了 弘法利生的时候 就像戈山王出品一样行持 然后入定的时候 就像贤人作禅一样 入入不动 那对于高僧大德和一些真正 修行人来讲是可能能做得到的 今天我到那里去弘法利生 一禅定的摄持下到那里去 然后在那里有时间的时候 马上作禅 什么都不行 安住于法界当中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讲 可能有点困难 有些新闻学者 问海外的一些高僧大德 然后问高僧大德的时候 说我现在禅令的很少 尽量弘法利生 有些人是这样回答的 所以有些也有可能甚深的密疑 不管怎么样 大家 我们在座的各位真的有时候 尤其是现在是闻思期间 放假或者有时间的时候 每年当中自己一个礼拜 或者一个月 那这样有时间的时候 稍微安住一下 这个很重要的 然后一些居士 在家人 我觉得也一年当中应该尽量地 空出一部分的时间来 然后心里稍微观一下 所修学的佛法内容 在心里慢慢慢慢消化 这样有时候 思维的理念和修持的理念 应该是非常非常强大 这一点我也确实 有甚深地体会 所以大家修禅 安住是很重要的 否则现在整天都是 随着分别念 随着物资文明的发展而奔波 什么时候能聊此事 那么下一个颂词 第六个 也叫做智慧波罗蜜多 就是讲智慧波罗蜜多 若无智慧义无度 不得圆满菩提果 故意方便三轮空 修持智慧佛则心 如果没有了知一切万法 觉着为空性的这种智慧没有的话 那其他的布施 慈戒 安忍 精进 精力的 这五种波罗蜜多 其实不能真正的圆满 如来正等觉 获得果位 我们前面也经常 《入中论》里面也是提过 智慧度没有的话 那就没办法获得圆满的佛果 此当一切 佛为智慧所 我们智慧品里面也说了 布施等一切智 佛陀是为了智慧波罗蜜多 现前而宣说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 真正的智慧度 那六度不能圆满的 六度不圆满 佛果不可能获得的 所以一定要求这种智慧 所谓的智慧 当然是有几种 世俗的智慧是 了知十九世间万法的智慧 然后神义的智慧 了知一切万法空性 前一段时间 我们据《戒与会见》里面 所讲的那样 相识生意和真实生意的智慧 还有一种智慧 就是饶益有情的智慧 饶益有情的智慧 哪怕是我们懂得了 一点点的学问 全部是用到利益众生方面的 这就是饶益有情的智慧 其实饶益有情的智慧 我看每个人应该会具足的 当然最大的智慧 佛呼菩萨具足的 一般的一些智慧 恐怕我们很多人 你会木匠的话 你经常无条件地帮助别人 做木工 也是饶益有情的智慧 然后你会修电脑 整天帮别人修电脑 这也是一种饶益有情的智慧 所以我觉得饶益有情智慧的范围 应该是非常广 应该是非常 但是真正圣意的智慧 对我们凡夫人来讲 还是比较难以了解的 因为它叫做三轮提空 三轮提空的智慧 就是佛的境界 菩萨的境界 月称菩萨在《入中论》当中也说了 油水 玉水 断合时 若比三轮游合得 明世间波罗密度 能修 所修和修法 或者说能断 所断 能断的这种方式 这三者全部都 如果有执著的话 这就是世间的波罗密 现在我们凡夫人 这三者都是要空的话 恐怕是不行的 三者皆空 乃出世 三种自作全部空性 这就是出世法 这就是出世的 我们真正的智慧波罗密度 那这样的智慧波罗密度 恐怕很多人现在 所修也没有 能修也没有 然后修行 比如说 我们今天修金刚萨埵 那么所修的法也没有 能修的我也没有 然后修持所净除的罪障 也是不存在的 这三者不存在的方式当中 一种修行 这就是已经超越了 我们的心思分别念 所以这样的智慧 在我们世间当中 很多的智者 他们都是没有的 世间人认为 现在很多聪明的人 具有智慧的人 认为他是世上最聪明的 比如说以前爱因斯坦 他们认为 世界上是最聪明的人 他认为他的智商 已经达到一百六十左右吧 但这个说法都是不相同的 但这些人对空性法门方面 有没有理解呢 绝对也是没有的 现在最近 也是大概在英国吧 英国有一个小孩 两岁 他的智商好像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二 所以还是蛮聪明的了 当年的一些英国物理学家 也是一百五十多 所以他这种年龄 一般来讲 世间上是没有的 所以世间人认为 他是最有智慧的人 但他长大之后 到底怎么样也是不好说的 很多人对这种智商的 评价方面 有些人认为 爱因斯坦是最高的 但有些也不这样认为的 比如说德国的格德 他们认为是 知识世上最有智慧的人 他的智商一百八十八 也有这种说法 但我认为 他们的智商再怎么样 刚才两岁的小孩 他们说还是很聪明的 他在一岁的时候 给别人也可以交流 他说 我是乔治呀 我这个如何如何 一般来一岁的小孩子 根本没有这样的 但他长大之后真正对人类 做贡献还是后退也不好说 如果他制造一些科学的 毁灭人类的一些武器 那这样他的智慧 一点都没有用错 所以有些现在的智者 所谓的智者 并不是我们《智慧波罗密度》里面 所讲到的这种智慧 真正的智慧 那应该说是 我们自相续当中调整 对今世和来世都有利益 对世间当中的所有世间万物 都具有帮助的 这样的智慧 在我们世间当中是非常非常难得 不管怎么样 现在我们这样远离一切 远离三轮提空的 这样的境界 现在我们作为凡夫人来讲 是不能进入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闻思修行 来希求佛法 这就是智慧波罗密度 很多高僧大德们 也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们没有证悟之前 大家要听闻佛法 这就是智慧波罗密度 我想我们学院闻思的风气 确实是很好的 每一个人来到这里 都有闻法的兴趣和信心 这是非常好的 这就是希求智慧波罗密度 因此阿底下尊者也是说了 为证悟思想之前 需要闻法 因而听受上师之窍诀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因为我们还没有证悟 还没有得到第一地菩萨之前 大家一定要在不同的上师面前 要闻受佛法 闻受上师的窍诀 那这种窍诀 对你的相续 逐渐一定会有好处的 还有夏拉瓦格西 夏拉瓦格西也是这样讲的 为成佛之前应学无知经 成佛只是方可万劫 没有成佛之前 我们的学习佛法用无知经的 你成佛了以后 你的闻思已经可以了 你们不要认为 现在入菩萨心还讲不完 什么时候写完 写完了之后我再也不学了 那已经成佛了 可以了 我们这里有些道友 还要学一年两年 吴布达伦什么时候学完 吴布达伦学完以后我要开始修行 那天有一个法师 给我们有个别道友的 我们在商量的时候说 哎呀 现在太累了 已经年龄不行了 年龄不行了 什么时候你把相关专业讲了 快了了 快讲完了就好了 哎呀 太累了 后来我也有点不高兴 你当法师 现在讲经说法没有两三年了 你还在这个时候 开始说这些话 就是我们现在真的 广江经说法的事业 接近二十年了 但是还没有厌烦心 所以你这种态度 不合理的 什么相关章业论 快了了就好了 真的 有些人这种说法 我不赞叹的 不能了了 相关章业论讲完了以后 如果我们人还活着 还继续要讲 还要讲俱舍论 还要讲隐名 你不想听的话 你已经成佛了 不管了 那么其他还没有成佛的人 肯定有的 所以我们确实说实话 有些人是这样的 现在汉地也好 藏地一般当活佛了 或者当堪布了 从此以后 所有闻思的腰带 已经放下来了 就 啊 我现在当上堪布了 就开始除此之外 自作一个说法俗应就可以了 什么闻思就不精进 这样不合理的 真的你什么时候 得法师的学问 还要勇猛地精进 一直向上去 然后汉地有些已经 举行仪式当方丈 当主持了 从此之后 再不用学法了 啊 现在很了不起啊 然后就开始 走路跟以前的步伐 完全是不相同的 那这样不合理的 真的 这些行为 我觉得没有必要的 一定要看自己的心里 有没有烦恼 你还要勇无之境地去希求 所以夏日和格西的这些教言 我们每个人应该记住 没有成佛之前 不要说 啊 现在是不是讲完了 讲完了就不学了 这种态度是凡夫人 最不好的一种说法 这是非常可怕的语言 所以智慧波罗蜜多 一定要问此修行 下面讲的是第二个问题 也叫做佛经里面 所讲的四法 首先第一个是 应该观察自己的过失而断除 若未观察知错物 依法形象 心非法 事故横舍生自己 断除过患佛之心 如果我们没有以正知正念 来观察自己的身体 语言 以及七心动念 其实表面上看来 你是修行佛法的修行人 你的形象就是修行人 可是你的形象不等于真相 也有可能会变成非法性 说一些非法各种各样的行为 表面看来 你是一个佛教徒 居士 出家人 看起来真的是了不起啊 但实际上你的心没有欲法融入 这样之后 行为可能与佛法被盗而刺 这种现象也会有的 前两天一个评论书上面 说是在合肥 一个宝珠公司里面 有两个和尚买珠宝 然后新闻记者 照片也拍下来了 然后说和尚为什么要逛珠宝店 还有他们看一些 金银的书士 项链等等 这是不合理的 当然也许真的是 自相续当中具有贪心 没有融入心的 也有可能 他们到珠宝公司里面去 买一些珠宝 供养诸佛扑上 这个不好说 但很多人认为 外面穿着和尚衣服 但实际上行为是不如法的 有可能 现在社会当中 真的也是非常的复杂 所以佛陀在音乐品里面也说了 应当观察自己 合理和费力之事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地观察自己 到底是做的因力 还是费力的话 确实是有时候自己 认为是自己修行人 但是实际上不是修行人 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 所以应该时时刻刻观察自己 到底我在做什么 我在想什么 我在说什么话 时时刻刻要观察自己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以正知正念来审查自己 而且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 我们要看看自己的行为 如果我们的行为 于世间当中 大家都是不能公认的 或者说做得不如法的话 自己都不一定发觉 所以寂天论师也说了 世间所不信 观讯而舍弃 世间当中不起信心的 起邪见的这些事情 你通过观察 或者通过续闻尽量舍弃 现在世间的很多行为 真的是有些时候 恐怕是 起邪见的现象是比较多的 因此我们现在要保护众生 这一点非常重要 同时也观察自己的相续 佛陀在《慧海清闻经》 《慧海清闻经》里面也说了 说 涵盖大乘之一法即是观察自国 而护持一切众生 所有大乘佛法的教言 全部都已经涵盖了 怎么涵盖呢 以前上师如意宝 在接近圆寂的时候也说过 就是要经常观察自己的相续 自己要问众 然后不损害众生 刚才《慧海清闻经》里面 也说的一模一样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 大乘的所有 这些前进万论的内容 可以包括在时时刻刻 经常观察自己 我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护持一切众生的心 看众生会不会生邪见 众生会不会对佛教 开始起不好的念度 这些尽量地舍弃 否则我们真的有时候 行为不如法的时候 点点滴地让别人生起 不好的念头 然后摧毁 自他的 现在的有些佛教徒 有些时候 我觉得生活太奢侈了 或者行为不如法 也对带来人们的不信 或者蛮骂 以及诽谤等等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因为现在修行人 现在的社会也是 两极分化特别严重 有些人生活太奢侈 太腐化了 那有些真的是 连吃饭传义都是成问题的 流离失所特别可怜 也是有一种极寒脚步的感觉 虽然表面提倡 大家的平等 一起发展 但实际上恐怕是没有的 有些领导吃一顿饭 需要几万块钱 特别可怕 以前毒仆所说的那样 诸名九肉处 鹿有动尸骨 真的这个说法是一样的 在富贵的人 他吃不完 穿不完 而且很多肉 一些食品 全部已经腐烂了 而门口上和外面的街上 很多动尸 恶尸的尸体 也是非常多 这种现象是有的 因此在这种社会的气氛下 或者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作为修行人 也是随着这些人 整天都开始不管是吃喝也好 或者一些行为不如法 一方面自己确实是 削福报 舍弃自己的福报 自己的福报 马上用完了的话 就不合理的 以前台湾有一个人 他当时也是一个集团的老众 然后他特别的奢侈 据说他每一次喝酒 喝一瓶 现在几万美金 特别吓人 我们可能很多人 都特别害怕 那最后他很年轻的时候 报死了 真的是世间所谓的路径人亡 福禄已经进了 人已经死了 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 因此我们作为修行人 出家人 大家都是要尽量的媳妇 尤其是我们吃饭上 很多方面大家都是不要浪费 我看我们这里有些部门也好 有些道友 真的现在还不行 有些不介意 食品都浪费了 有些部门做了很多很多的 各种各样的菜 要好吃 要好吃 然后吃完了之后 全部哗倒下去 太可惜了 我那天去 我们那边 一个学校里面去 学校里面好多孩子 中午饭吃得特别多 然后吃完了以后 吃了一半 全部倒在垃圾桶里面 当时我的心 都是特别地疼 后来我跟那个小长 狠狠地说了 你基本的这种观念 都没有的 现在西方国家 特别富裕的 像美国和新加坡的 这些修行人也好 再加人 他们都非常接生的 你们凭什么 孩子们穿得那么不好 然后这么多的食品 全部倒到这里 太可惜了 太心痛了 昨前天那个小长 给我打电话 就是 啊 现在我们特别节省 让孩子们一颗米掉到地上 让它捡起来了 我说 你这个也有点过分了 掉到地上不危险 像新加坡真的有 当时一颗米掉到桌子上 但那个桌子很干净 不要紧的 就马上捡起来 掉下去了 马上捡起来吃 那这种有的 但是我想我们那个地方 条件很差 全是满地都是灰尘的 然后掉到那个地上 让孩子们强迫拉起来 吃的话 恐怕不危险的 但是真的 我们以后大家 导游们发心也好 居士吃饭也好 我都经常跟一些居士 心头一起吃饭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是 不要点得太多了 吃不完 浪费了 这一句话经常说 但是说了 有时候起到作用 有时候起不到作用 啊 今天这个节日是多好啊 千百万年当中 多难得 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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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几个人能吃到多少 最后全部剩下来 全部浪费了 这样就不合理的 所以大家应该从小也好 现在修行人尽量的一些 其实如果食品做得太多了 就不想吃了 少一点的话 基本上能够的话就可以了 这方面大家应该注意 否则 因为现在有冰箱 冰柜 这样的话 剩下来的还是放着 不过夜 尽量地吃掉 那这样就好一点 富贵的人也好 贫穷的人也好 现在有时候看起来 贫穷的人更奢侈 更无所谓的 本来宝里面没有钱 但是他吃饭的时候 要剩下好多好多的 这是不合理的 这是三宝的钱财 这是新财 我们没有食用的话 真的有时候是非常通行的 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 前一段时间 我了解一个附近的县 他们各方行使 给他们捐来护品的衣服 然后先明证据 护品办公会 首先领导们自己分 啊 这是羊毛羽绒服啊 这是给你 领导们自己分 分完了以后最不好的衣服 再发下去 那些贫穷的人 所以有时候现在上上下下都是 还是非常的糟糕 浪费 奢侈 然后自己享受 真的有些十方信徒 所捐的这些钱也好 衣服也好 很多呢 并没有用到真正的道口 所以非常的通行 不过我可能悲观主义者吧 看见今天也是不如法的 理念也能不如法的 按理来讲 按下面的颂词是 不能看别人的过失 我们下面讲 不能看别人的过失 下面讲断除看别人的过失 或者说别人的过失 我说了那么多万字萨多虹 下面就是说 如果以烦恼引起 自相续当中有嫉妒心 或者是以几个 其他的烦恼引起 说其他法国菩萨性 菩提心的这样菩萨的过失 那就是不合理的 因为说别人的过失 其实自相续会坏坏的 自己以前所有的功德 也是会串坏的 然后自己习惯看别人的过失 自相续当中的功德 不能增上的 所以凡是 趋入大乘的这些师父 我们在世间当中像如意宝那样 像牟尼宝一样 非常难得的 对这些人不能说过失 不说过失 就是大乘菩萨的行为 有些人可能认为 对我 对大乘菩萨的过失都不说 但是一般没有得地的 像这些人的过失可以说吧 其实这个 我们很难以发现的 就很难以发现的 所以我们认识业业当中 尽量顶礼诸佛菩萨 念诵一些清净的金刚语的经典 然后自己开始发誓 不说别人的过失 其实如果修行人真正能做到 这一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学积极论当中 有这么一个教证 引用这么一个教证 说是 诸以众三次顶礼诸菩萨 恒时以欲行 为错也不寻 意思就是说我们白天晚上 三次地顶礼诸佛菩萨 然后恒时以自己的所行 所想 全部不寻别人的过失 或者说 别人的所作所为 我们不寻找他的过失 真正能做到这一点 确实我们非常的欢喜 但是我们作为凡夫人 有时候是 自己的心愿不清净的时候 经常看别人的过失 这是不合理的 佛陀在《嘉义清闻经》里面 也是说了 我与一切有心 生本事想 我们应该对所有的众生 应该像本事释迦牟尼佛来想 只有这样想 那就不会有任何过失 看见今天这个看不惯 明天那个听不惯 这方面 我修得确实很差 我们学院里面的 很多高僧大德不管是什么样 只要说别人过失的时候 他就不去跟他 再继续一起交谈 这种修行人 非常了不起的人 比较多 但是我经常 可能以前学过英明 或者什么其他的原因 经常说这个不如法 这个说法不合理 这种想法都比较多一点 但从真正清净角度来讲 就像刚才佛陀所说的那样 应该我们尽量 不寻别人的过失 一定要观察自己的相续 我们去年学的 《修行奇奥》里面也有一句话叫做 不应所缺陷 劝莫死他过 不应该说别人的缺陷 一定要全力以赴的 不要全力以赴的 想着别人的过失 因为我们要想着别人的过失 不要说凡夫人 甚至有些佛陀和菩萨 来到你的面前 也会说出他的过失 所以说过失 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没有注意 可能自相续也会摧坏的 也会摧坏的 以前有些高等大德也是有这样的教言 比如说表面上看不出来 谁是菩萨谁是佛陀表面上看不出来 然后从外面的行为 有些是成熟的 有些是没有成熟的 我们学亲友书的时候 有四种人 尤其内在是成熟的 外面没有成熟的 这是最容易诽谤的 比如说我是内在真正是一个大菩萨 我是一个大菩萨 但我外面的行为不一定很成熟 在我们世间当中 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 所以噶登派的很多教言里面 说是灰 灰覆盖的火星一样 那么表面上看 这是一堆灰 没有火 然后你坐在那个上面 其实里面有火的灰燃烧你的 所以我们外面看起来 这是一个普通的人 这是一个凡夫的巨师 你看那个巨师有什么了不起的 啊 这个巨师如何如何不好啊 我们去开始说过世 但是这个巨师 内在是一个大菩萨 外面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巨师 所以说我们凡夫人 根本看不出来 真的大家尽量 不要说别人的过失 也许你觉得 他根本不可能是大成就者 他根本不可能是菩萨 因为他的行为如是不如法 行为不如法也不一定 我们以前讲过 印度八十位大成就者的传记 八十位大成就者的传记里面 真正行为非常如法的 很少的 有些是当屠夫的 有些是当金狱的 有些当一些非常狭贱的人 但是内在的成熟和智慧 境界远远地超过 我们世间的一些凡夫人 所以我们哪怕是在街上 看见一些逃犯的乞丐 或者说一些屠宰场里面的 一些拉着大烧牦牛的这些屠夫 原来我们去青海那边的时候 有时候看见了这些特别可怜 有时候就觉得 也许我一个凡夫人 对菩萨正在度化众生 我可能生悲心 我也很可怜 反观自己的时候也很惭愧 看别人行为不如法 也不一定的 以前卡拉瓦格西 也是这样说过 开始大乘至上师 外表位于随不妙 不知内在 密意过 切莫观察上师过 说得很清楚的 因为开始大乘佛法的 有些上师 就像印度大成就者一样 也许他的行为 他的言论 很多地方 不一定是非常如法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 轻易地去诽谤 为什么呢 因为他内在的密意 他内在的智慧和悲心 以及他菩萨的力量 我们一般凡夫人 是很难以测度的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观察 凡是结果发愿的 这些上师们 所以对大乘上师 也不能随意地说过失 一说过失 真的在自己的阿难耶上面 揭晓特别不好的种子 不合理的 因为同样的道理 我们对金刚道友和对其他 所有的这些友情 也不要顺便地说过失 这样顺便说过失的话 最后那种习惯很不好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 给我们讲《百业经》的时候 当时我们都发愿 凡是任何一个众生 我不给他取外号 高鸽子 大鸽子 小鸽子 胖子等等 这些也不好 然后瞎子 笼子等等 这些外号 依律不去 当时我们都发愿 但后来在修行过程当中 有时候也没有注意的情况下 挥缩 挥缩完了过后 马上忏悔 我希望我们在座的道友们 也不要讲这个人是恶劣的人 这个人是丑陋的人 这个人是坏人 当然如果真正处于慈悲心 你是大乘上师的话 上师对弟子有时候 为了调整他的相续 调解他的烦恼 批评 揭露他的过失 或者以一些刺耳的语言来 这是阿底下尊者也是堪许过 除此之外 大家在说话上一定要注意 否则以前《极乐愿文》的大书里面 也有很多 说过失的公案吧 有一个人说佛像的五知佛 后来自己的手指都已经断了 有一次一个人对一个佛塔 好像觉得不满 这个佛塔太大了 后来他自己的下一辈子 转成身体特别大的 现在世界上是有这样的 有些人 世界上最胖的人 是现在有一千多斤 也有这样的 有一个人 在国外的一个人 他后来越来越胖 根本没办法出门 后来他家里死了 家里死了的话 当时周围的很多人 把门和房子炸掉以后 把尸体拿到火花场去了 所以有些人 身体特别高大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这种业力吧 因为当时说佛塔太大了 或者佛像太大了 这样也有过失的 何况说 我们平时在说话过程当中 哎 他的行为不如法 尤其是现在外面的 有些居士说过失 真的是 他们是天词 很佩服的 什么语言都说得出来 很难听的这些语言 哎 这个是我说 我说 这是有时候 听起来都是听得不敢听 不要说自己去参与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真的 邪见如何如何严重 但是你这样说完了以后 你的相续当中 已然染上了 你千万不要说别人 别人当然有些如法 你也不会说过失的 但是有些以嫉妒心 以嗔恨心 以各种心 自己看不惯都是 永远看着是敌人 这个人如何不好 永远都是有这个力量看待 那这是真的不合理的 希望我们学习了 大乘佛法之后 应该在自己的相续 进一步地改变 不要随着以前 在家的一些习气 始终都是要看别人的过失 别人的脸上有牦牛 狮子也是看得出来 自己的脸上有牦牛 也是看不出来 自己的过失像须米山 那么大的话 也看不出来 别人的过失 小小的围尘 现在物理学家所谓的 圆子或者分子 最微小的物质元素 也能看得出来 你看这个人的走路 或者这个人吃饭的时候 他有时候吃饭的时候 非常不如法 怎么不如法 他一口一口地吞下去 好像这个人觉得 特别地不如法 说不出来什么 但是对他看不惯 这样不合理的 大家还是尽量学习大乘佛法以后 自己的心要温柔 尤其是别人讲过失的时候 最好不要跟他继续讲下去 如果你不是管理人员 不是真正的一些法师 也没有必要听这些的 尤其我觉得你们这边 普通一些学习佛法的人 尽量不要听别人的过失 没有必要 听管了以后 心里也不舒服 然后好像整个世界 都变成乱糟糟的了 不合理的了 就觉得所有的这些道友全是 就像《大圆满前行》 前面学习的时候 要观想那个上师 是无尽莲花生大师 然后自己旁边的道友 全部是二十五大莲花生的弟子等等 所有的这些弟子 噢 他是布玛玛者 他是一息粮薄 噢 这个是迦纳斯者 我们慈名者全是清净的 我们是极乐世界的 上品菩萨 中品菩萨 全是菩萨 我们这么多的菩萨 哪里有故事 没有故事 没有故事 大家阿弥陀佛 今天讲到这里 万一年 看愈一样 联赛国家阿弥陀佛 今天边聊着 我学习的岁啊 你方永远 有点湖呐 ран我 顾身带你 林冰 阿弥陀佛 尔子陀佛 沙溪 上瓷 空下 边在那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